这个是炎黄子孙共同的光荣 探索外太空 中国大陆事实上 现在是一步一步在实现 人类的这种梦想 欧巴马或川普或甚至拜登 他们很少讲到这个意思 美国不管是太空树或太空军 他们还在做职员的分配 这个任务还没有结束 所以很难给2028年的计划 足够的职员 这个是在4月25号当天 神舟10号当时发射升空 大家都还记得吗 26日还有三名的航天员陈祖 入驻了天宫对接航天站 接着真的是马不停蹄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展开的各项的任务 是在7月3号最新这一天 我们来看到神舟18号 太空人陈祖终于完成了 第二次的出舱活动之后 随即投入新一轮的工作 重点这一次特别摆在 地面科研人员合作 要来完成全系统压力应急的演练 什么意思呢 就是模拟太空站真的遭到碎片撞击 这一项任务他们把它取名叫做 天地联动合作的这一项 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 模拟太空站在遭到太空的碎片撞击的时候 还有面临内部施压情况的时候 三名的太空人员应该要如何来进行 相对应的紧急处置的流程 换句话说就是在这些深不可测的太空环境中 来测试各种的危机处理的应变相关能力 我们来关心的是神舟18号 陈祖要在太空停留 目前是说达到六个月的时间 三位都是80后的航天员 全力将太空站现在推升到发展阶段 为太空环境的空间作物提供了理论支持 那么从训练的编排精准度 张军认为会如何来平行目前 这个神舟18号航天站的这项任务 我认为有三大任务 第一大任务是要为2030年登陆月球 那这个太空站是有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指标 因为在上面的整个太空人的训练 太空人的运作都要能够熟忍 然后到达熟悉到一定的程度 因为毕竟登陆月球不是那么简单 已经人类已经40多年没有登陆月球了 那现在要去登陆月球 还是会有一些风险 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有这些相对应的 太空人的训练 那在太空站来做这边相关的这方面的实验 跟训练还有去适应 那将来的登月的太空人2030年 一定是从在天空太空站待过的太空人为第一优先 不可能说太空站都没待过没太空人 就直接去飞太空站飞到月球去登月了 这是不可能 一定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来适应 从这个地方来熟悉 第二个我认为是他的这些相关的物理跟化学的实验 因为太空是零重力 那零重力的状况之下 动物会怎么样 植物会怎么样 我们在地球上是没有办法 因为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是零重力的 但是在太空中是零重力 所以这个地方在地球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模拟零重力 我们试试看 只有在飞机短暂的时间上是零重力 其他地方没有办法 那在天空太空站它可以长时间的零重力 那这样我们看看可以观察动物的状况 植物的生长的状况 一般来讲我们在天空太空站 因为它的零重力人会长得快 人会长得高 因为我们看看为什么人会垂垂牢蚁 除了是骨质的问题之外 因为承受了60年70年80年 是90年的这种地吸引力 人就变癌了 这是因为地吸引力的关系 在太空站不一样 零重力人会 你看太空站 太空人在那边待了一阵子之后 他们回来的时候还长高1到2公分 都30多岁了还长高2公分 都早就定型了 那换句话如果是小孩子 能不能长得更快 是这个样子 所以它有一些 这些我们讲的动物实验 跟植物的实验 在地球上是没办法做 那太空站才有办法做 然后观察完毕之后 甚至这些医药的化学的 我们讲到化学讲的医药这一方面 可能在零重力这样 合成是最完美的 因为地球它会有地吸引力 每一个化学物质的比重不一样 它可能会有一些沉淀的现象 那就没有像地球那么结晶 那么完美 可能是这一个 第三个我认为 它现在要去维护这个太空站 因为我们知道 刚才为什么要出舱 它是出舱的话 我们知道整个太空 将来的太空的碎片 越来越多 因为谁的人造卫星那么多 不管通讯用的 侦察用的 军事用的那么多 在那飞来飞去 现在还感觉到 将来会更多 而且它有时候会爆炸 有时候会解体 那这个状况之下 那时候会遭受碰撞 那个速度就是非常快的 这个是 讲时速的话 都是一小时上万公里 如果是讲 讲那个秒数的话 都是超音速的 我们看现在的 这个天空太空站 距离地球就425公里 它现在绕行地球的速度 是每一秒钟 每一秒钟就7.6公里 它每92分钟就绕地球一圈 你看它速度有多快 地球一圈是4万公里 你就是它速度那么快 那速度那么快的话 那这些换加之后太空的碎片 一砸到那不得了 因为它自己速度就很快 再加上另外一个太空垃圾 那相对的速度更快 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做出舱 你是不是要做修复 甚至有的时候要紧急逃难 要逃生 如果是大型的话 我一撞到你那是不得了 那是太空灾难 那是不是要做逃生 那这个话 它出舱的这方面的演练 来修复 来把这些 甚至有一些松脱的 还有一些相关的 这些设备要去做维修 维保 那毕竟 这个是 还有太阳能板 因为它的人员是靠太阳能 那这些都要出舱 你不出舱不行 因为出舱的话 在里面的是一大气 在出舱是零大气 是真空状态 你看要怎么去转换 曾经美国的太空人 曾经有一次在出舱的状况之下 快回不去了 因为一出来就有膨胀 因为出来外面是真空 整个太空一膨胀 快塞不回去了 非常危险 那这个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然后进去之后 又就进入 从真空状态 恢复到一大气 然后再解除太空装备 所以是非常复杂的 风险也非常的高 我们这都有栓系 因为不然人飘走了 都有栓系在太空站上面 人在出舱 是这样 怕人飘走回不来了 是这个状况 换求这些相关的这些的训练 都是在天空太空站都要完成 完成相关的才能够到这个 我就认为最重要 就是我刚刚提到第一点 这是2030年的登月 因为这个时候 是进入第二宇宙速度 因为现在只有在第一宇宙速度 因为在地球轨道 每秒钟7.6公里的速度 那到第一宇宙 第二宇宙速度之后 要加速到每秒钟12公里 那更快了 这样才能脱离地球轨道 进入往月球奔送 往月球奔送往月球 进入月球轨道 月球还捕捉 因为月球的地形 你就是地球的六分之一 它大概每秒钟2公里 小于2公里才可以捕捉 要不然它会飞出月球轨道 我们这方面都要去 去模拟去训练 那在天空太空站 是最佳的模拟跟试验的场所 也是培养登月太空人 最佳的场所 所以在这方面一直备受矚目 好 在练习这个紧急逃生上面 最终的目的就是2030年 要实现这个中国人登陆月球 然后我们今天要来特别关注到 接下来是不是会有这个人类太空移民 要实现这些东西之前 我们要来先来关注 又做了哪一些努力 在接下来的轨驻流期间 神州18号的陈主将会展开 总共多达90多项的试验 这当中包括会达到实施六次的 在核的负货物气杂舱出舱任务 还有两到三次的出舱活动 特别要实施的是国内首次在地球轨道研究水生的生态 主要以斑马鱼还有金鱼藻为研究对象 实验的是在太空培育脊椎动物 好 这个是关于动物方面 刚刚将军有特别提到 这个动植物都要 所以呢 还有植物的方面要来首次的植物 金尖干细胞功能载轨做研究 来针对这个植物进行对重力的一个适应机制 我们现在来看到神州18号 在太空培养这些动植物 等于是说在为未来的人类 如果我要做所谓的太空移民来先做准备吗 杰大使如何解读 当然这个是很多目标中间的一个 对 因为我想就是说 人类的科技发展是永无止境的 如果在太空上面这个探索的科技 越来越成熟的话 人类可能是可以往其他的星球去移民 去求生存发展的嘛 这以前我们小时候看的很多科幻片 都是在描述这样一类人类科技的发展 尤其探索外太空 太空这种 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 现在是一步一步在实现 人类的这种梦想 探索科技的那个 它的极限的领域 那这些就是说 神舟18号它这次带上去的 这些实验舱的里面 它有一个项目就是 水生生态研究项目 对 那其实它其实带 这个水生生态研究项目 它里面有两种 地球上的生物 一种是鱼类 一种是藻类植物 所以又有动物又有植物 那它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来做的 那么为什么挑选这两种生物呢 一个金枪鱼 另外一个 斑马鱼 斑马鱼 另外一个 金鱼藻 斑马鱼是动物 那么金鱼藻是植物 其实这两个有共生的关系 因为它这个实验 在这个太空舱里面 它必须要在密闭的空间里面 它不能敞开口 那所以斑马鱼 是可以在密闭空间里生存 而这个金鱼藻 也可以在密闭空间里生存 这是一个条件的问题 然后斑马鱼 它可以借着金鱼藻 可以借着斑马鱼排出的二氧化碳 获得养分 获得生长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两个共生的 可以在太空共生的 一个生物 一个植物 一个动物 那为什么会 另外会不会讲斑马鱼 因为斑马鱼虽然是鱼类 可是它是属于脊椎动物 脊椎动物 所以事实上 它在这个科学实验 尤其是生物实验里面 它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鱼类 不仅是在太空做 地上上也在做 它可以研究怎么样 就是说脊椎动物的发育 还有它的有关的基因功能 甚至生物体 它再生能力的一种研究 所以它事实上可以 因为它是跟人类比较 人类也是脊椎动物 所以它虽然是鱼类 那么它是有很多研究的价值 科研的价值 那再加上这个 这个金鱼藻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事实上这一次 这个神舟18号 带上四只鱼 那目前研究的成果 还没有出来 那不过已经有一些讯息 我看已经在注入 就是这个鱼在太空的环境里面 它身上出现了一些比较 在地球上比较不会出现的一种行为 一种是什么 它腹背会颠倒的游泳 它会倒过来游 人家是正的游泳 倒过来游 然后它会回旋运动 然后它还会转圈 那这种一种变成是一种 定向的一种行为 是比较异常的 这是他们现在发现 当然就是说动物跟植物 在过去一些研究 它在太空里面会长得会比较大 我看了别的报告 就是大陆之前 带在太空里面试验的一些植物 长得都被地下大了好多倍 那原因可能是因为 它是一个 比如说它是一个微重力的一个环境 它没有这个 它的压力是不同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有辐射 在这个太空中的辐射量 跟我们在地球上不一样 那个温度也不一样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其实你把不同样一个东西 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那出来了它的成长结果 所以有生命的话 成长结果可能是不一样 对不对 像可能在我们这个从小 我们在台湾 我们叫吃素的小孩子 肌肉可能就没有给它放到那个 去吃牛肉羊肉的 吃肉类比较多 它那个肌肉比较强壮的 都有可能 所以环境是影响生物的成长 这是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定律 所以大陆在做这边很多的研究 那它是这一次放在这个 问天舱 这个是一个实验舱里面 它有特别一个实验柜 就是在做这一次的 所谓的载轨水生生态实验研究项目 那另外一个就是职 另外一个就是说 国际上首次实验的植物 精尖干细胞功能载轨研究 那目前它的研究成果出来 报告并不是很多 我想最主要这种研究 就是要把这一些植物 它这个干细胞 它放在太空这个环境里面 来看看它成长 或者它发育 它的整个这个演化过程 有什么不同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极有意义的 对于对于人类未来 可能就是说在月球上生存 甚至到其他星球上生存 我想这都是很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 那当然如果说将来如果说 这个好在月球上 我们种稻米 那米一颗都是由我们十倍大的话 那说实话 人类的粮食问题可以获得一点解决 对不对 所以这都是 我觉得科学是永无止境的 所以我很觉得蛮骄傲 就是说中国人在这方面 已经走到前缘了 已经走到前缘了 那这个是炎黄子孙共同的光荣 好 除了做这个动植物的科研 有助于未来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之外 我们也来看中 周峰计划的2030年代 建立一个可以运作的 这个叫做永久性的月球基地 相比太空战的部分的话 这个登月的航天员需要掌握 包括了单周载人飞船 还有揽月月面着陆器正常 以及紧急情况等情况下的操作 另外一头 我们也来关心到美国呢 目前也在预计 说2028年就能够来对接月球太空战了 目前的进度稍微落后 我们请Russ来帮我们看看 原因为何 某个程度上是政治的问题 我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如果总统没有亲自对这个议题有兴趣 像讲或施压 那另外是川普执政的时候 他把部分的资源放在这个所谓的太空军 Space Force 那美国不管是太空树或太空军 他们还在做这个资源的分配 这个任务还没有结束了 所以很难给这个2028年的计划 足够的资源就对了 政府把资源放在太空军 那另外一头这个宇宙任务就交给亿万富翁马斯克 他的SpaceX的这个计划是叫星舰火箭 那为什么国家级的任务会现在交给一个人来负责 因为过去很多人认为太空树 那就是美国的NASA NASA 做事情太慢也很贵 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概念就是 交给企业界或许会做得更平靡 也会做得更快 但是不一定是这样 而且我们知道比如说美国这个 买武器的时候 企业界也是提供武器 对不对 但是常常是德类 也常常是比原来的价格会贵一点 所以不一定把太空这些相关的建设 交给企业界会做得更快或更便宜 那后来发现其实没有做得到 所以SpaceX这个东西 确实也没有做到当初预期的吗 可以这样说 好 谢谢 谢谢Raz的补充 美中的太空争霸战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是来自于美国太空总署 在六月底的时候特别指出的 他说中国大陆近期和法国意大利 巴基斯坦欧洲等等太空总署合作 研究呢特别是从月球的背面来采集的样本 但他特别提到了这么多的国家 但是呢并未寻找NASA来一起参加这一次的合作 中国外交部在七月一号的部分呢 则是做了回应 指出美方啊 你难道说已经忘记了当初这个沃尔夫条款的存在了吗 好沃尔夫条款是什么 我们来稍微回顾 是当年美国在2011年当时呢 他通过的这个条款内容是指说 除非经过国会的授权 不然禁止美国的太空总署 使用政府的资金 还有中国和中国政府和其他组织来进行任何形式的双边合作 好我们看到NASA寻求和中国大陆合作 分享在月球的样本 没有想到现在沃尔夫条款反而成为美方的绊脚石 是说美国想卡中国大陆太空发展 难道连自己国家相关法律 现在好像看起来不太熟悉了 怎么回事 准委老师 我想这个在美中竞争的这个过程里面 那我想就是非常非常的在乎的当然说的科技 当然还有太空 那这个协定在过去2011年就是通过以来 它其实一直都有争议的 包含在2013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六个中国的科学家要去参加天文学的研讨会 那美方是以这个研讨会涉及到杜勒的这个太空望远镜的可能若干的一些机密 或者是说它的技术为由拒绝这六名科学家入场 可是在当时的这个会场上面有英级跟美级的学者 他们是表示抗议的 所以在这个其他学者的抗议底下 这六名中国的这个科学家后来又重新得到这个邀请进到会场里面 那2017年同样美国用这个条款去排除了一位叫 就是中国的这个月球探勘工程中心的一位副主任 就是余国兵 那当时他也是拒发签证给他 那就是以他的这个工作背景为由 那所以在过去其实太空的合作 如果我们看联合国的这个规范的话 有这个太空条约 其实他这个太空是一种自由的使用 而且是一种公益的使用 无排他性的使用 然后非军事化 换句话说 其实这个太空的合作应该是各国要能够共同来达成 那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 其实美国有一个叫Artemis Accord 就是他们有重新再去签了一个这个协议 这个协议是邀请美国认为认可的国家 大概二十几个 他们就一起加入了共同来探勘月球跟火星 还有这个其他太空星体的这样子的一个协议 可是这里面中国跟俄国是被排除 又没有放进去 所以其实看起来 就是从这个沃尔夫条款 到后面这个Artemis看起来 这个美国是在这两个步骤上 其实他就压根没有要邀请中国 那这个框架我觉得很容易理解 就是双方认为彼此在太空的技术上是竞争的 而美国认为他有若干的优势 他不想把一些秘密给中国 但是反过来想 其实现在中国在这个 太空的科技的进步机速度也很快 所以他很快地拿到了这个月球背面的样本 那美国他在这个推进他的太空技术 这几年他有一点方向有点不一样 他把这个力量分给民间 比如说SpaceX 就是透过SpaceX去发展这个登月小艇等等 所以他有一部分的技术其实是跟民间合作 那因为给了民间 所以美国就觉得说 那民间也是政府以外 所以我们要增加一些些的管控 可是这个管控的过程里面 他必须要排除一些中国因素 那所以到最后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在太空发展形态 转变过程的一个副产品 而这个副产品 其实对现在的美中竞争也好 或美中关系也好 其实应该是不利的 或是对全世界的这个太空合作的进展 其实应该也是一个比较 我认为也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因素 好 所以多年来 其实这几十年来美国就一直把中国大陆 在这个太空领域的合作排除在外 那我们刚刚也特别谈到月球 现在也都成为美中太空争霸的一部分 那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谈到 中国大陆成功从月球的背面 踩得这个土囊样本之后 我们也继续看到美国NASA也计划说 接下来呢他们要在2026年 完成这个叫做阿尔特迷斯3号的载人登月的任务 但是呢美国的航太工业采取的是军工的复合体 好 这个军工复合体其实是由三方来一起合作的 这三方包括了政府私营的承包商 还有国会一起合作 所以会比较多的问题 现在面临到的问题就是延期成本操支等等 那针对此我们也来看到来自于法国广播公司的报导说 NASA甚至有在考虑哦 现在要来调整这个计划 甚至是不是要放弃太空人登月的这个计划 如果我们说如果美国真的2026年的时候 赛人登月可以能够扭转目前在月球研究落后大陆的问题吗 现在看起来失败会延期的风险会高吗 将军又怎么解读 我认为就从结构性来看 因为美国的这个航太研究是属于整合型的 它包含了承包商 包含了政府 包含了国会 还有包含了利益团 你才把它整合起来 那整合起来的话 就会有这些利益的纠葛 那利益的纠葛就会产生这一方面计划的延宕 因为各个承包商 它有各个条件 它有它的智慧财产 它有它的利益考量 另外它有跟其他的这种系统相不相容 你要去整合 有什么困难 那个中共这一方面是它是一体化的 它是国家导向 那国家导向的话 它整合跟管控 它是一体化 非常的有效率 那这种高效的状况之下 它执行起来就很快 而且当初中共的 它的国家的政策就两弹一星 一星就首先发展人造卫星 人造卫星就是太空科技 所以很清楚 它当初的时候在1970年代 也就是60年前 它就开始制定这个计划 两弹一星 那已经形成重点 所以它在这个太空的科技上 是有一定的条件 那这个世界上任何国家 要从事太空科技的发展 跟开展 是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我们知道 那一定是高科技 你太空的话上面 在临时这种 在真空的状态下 跟地球大气滑气 是完全不一样 高科技 第二个一定是高价 那高价的话 这个投资的成本 投资的金额 是非常的庞大 那你政府也没办法 这个抑注 那美国现在我们来看 它的财政上是有些困难 因为国债非常的重 而且通膨 还有各方面的考量 那美国以前的这些 这些它的科技的 太空科技的基础 都慢慢地在这边消失当中 所以我们来看 美国在这一方面 想要跟中国大陆 在这一方面保持优势 那是有一定的困难度 那第三个我们知道 航太科技一定是高风险 不能有任何差池 你有任何差池的话 一定会形成重大的灾难 像美国的哥伦比亚 美国的挑战和太空梭 都曾经在起发射阶段 跟回来的阶段坠毁 因为它是高风险 都要非常的谨慎 那中国倒在这一方面呢 它因为有后发的优势 那后发又怎么看呢 因为三个条件成熟了 第一个我们知道 现在都是模组化了 以前是这么做链接链 现在不是整个模组 一组合起来就是一个整个机器 整个的太空船 或者整个的太空舱 它是模组化 非常的方便 由模组来组合 那比以前的话 整个这边就做链接的组合 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 合成材料 因为合成材料让这些太空船 让火箭 已经轻量化了 让长征五号所能够仇宅的 增加了 然后它的发射的风险降低了 成功的机率提高了 OK 因为它模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变成合成材料 轻了 那第三个我们知道 就是AI 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广泛的应用 取代了人的智慧去了 那有的事情就交给AI去取代 那这样的话 整个太空船要去发射 或者整个它的天空太空站 要去做运作的话 人工智慧有些把人的智慧 分忧解牢 所以人更能够集中 它的智慧跟技术 来做科学的研究 就变成这个状况 所以后发先制的条件 已经成熟了 中国倒在这一方面 就刚好趁势而为 把这个太空科技用起来 那我们知道 美国在今年年底的总统大选 11月5号投票 那美国会不会 拜登跟川普 那如果是改造换代 那如果是川普上来 他的太空的政策又是如何 可能他会做调整 那又不一样 他有没有办法一以贯之 然后学着这个政党的轮替 民主党共和党之后 轮流的执政 太空科技的 他的政策是不同的 那他有没有 自太空科技于重点 或者是要民生科技为重点 或以经济发展为重点 这个太空 或者军事来为重点 这个太空科技 探月计划 或者登月计划 会不会有所辞职 或延宕 那跟着这个 这个政治的这种 我们知道政治结构的组合 会做牵动 所以我们来先来看 那要看 目前来看的话 我认为要看将来的川普 川普这方面的太空政策是如何 现在的话 我们按照这种成分 成数来看的话 我说那如果是川普的话 那川普跟拜登的太空政策 会一致吗 会有差异性 那差异性 他是比拜登更重视 太空科技的发展 还是说他会做修条 那又不一样了 所以我认为 这个政府的政策 也是决定太空科技发展的一个关键的重要因素 不管是美国或中国 其实看到的是 都是国家级的大战略 有关于在太空领域上面 刚刚我们看的是这个官方的竞争 现在我们要来看到 那民间的方面的竞争又是长怎么样子 这是来自于北京天兵科技自主研发的 我们要来特别关心的是 天龙三号的这个火箭 好 6月30号在河南进行发动机的测试的时候 但是不幸的发生了事故 火箭从试车的这个架上意外起飞升空 接着山区坠毁爆炸 天龙三号小档案 大家观众朋友来看 他是为中国的卫星互联网新作建设 量身打造的这个大型一体的运载火箭 产品性能说对标的是 美国的SPEXX最新型的猎鹰9号火箭 那事实上呢 在过去SPEXX的猎鹰9号火箭 也曾经有两次失败的发射记录 我们来请大使来帮我们看 这一回中国的这一款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天龙三号火箭 未来的机会挑战又有哪一些 有可能越做越有 追上美国最新的这种科技水准吗 对 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这个航天 尤其这个卫星发射 这个火箭 这个载具火箭的 它现在走私营化 由民间承包承箭的这个趋势是已经定了 所以这一次出事的火箭 它是一个民间的公司 它是北京天平科技 那除了北京天平科技 还有好几家公司 它这一次发射失败的火箭 是我觉得应该是 没有很详细 应该是就是说在部件将来 所以6D时代的低轨卫星 那么低轨卫星 因为6D基本上它的这个中继站 基本上就是透过低轨卫星 不再透过这个地面上的机器台 那它的这个涵盖面 涵盖的面积 还有说它的这个传播的速度 还有它的这个量 都可以大幅地提升 是6G成败的关键 所以这一类的这种将来的卫星 低轨卫星 那么可能就是由这个 这些民间 大陆民间的厂商来承办 就跟美国现在一样 美国现在这个 这个Space Act 就是马斯克的公司 它基本上就在发展 太空的低轨卫星 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阻力 就是它的这个 Space Act 猎鹰9号火箭 你刚刚提了 出过两次次 也有说出过三次 因为它已经时间有一段时间了 上一次出是在2016年9月 再前面一次 2015年好像也有一次 可是2017年好像也有一次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这个民间的火箭 事实上的话 安全性不如好像 就是说公部门的火箭 像大陆的长征系统的火箭 出事的比例是非常低的 那就是说这一次 大陆天明科技的这个火箭 基本上它的基本上 就等于说是中国的 Space Act 的猎鹰9号火箭 它的特色是它的程 它的载重量是非常的大的 载重量都非常好 它是用液体 液态燃料 它的载重量推力是比较大的 那而且是不是能够重复使用 可能它有些部分将来 也是有重复使用 因为然后降低成本 因为它必须要长时机的 承载这些 就是所谓的低轨卫星的 部件工作 所以呢 这个我觉得现在说实话 就是说6D要到2030年嘛 大家预计就是2030年进入到商用阶段 我们去年也看大陆也已经开始了 这个低轨卫星的部件 当然就是说看起来是由民间的这些火箭公司 来进行这些发射工作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失败 天龙三号火箭卫星失败 我们得到它失败的原因并没有很多啦 可是它到底是在空中就爆炸了 那所幸是没有造成地面人员的伤亡 那不过会不会影响到将来中国大陆 就是说6G 进入6G时代最重要的这个低轨卫星的部件 这个我觉得还在观察 基本上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科技的话 如果说在不同的这些团队 不同的整个的企业文化里面 来处理的话 我觉得它的风险质量会增高 因为中国大陆比如说 这个嫦娥6号最近结束 最近完成任务 当时这个Wall Street Journal 它有一个评论 它写得非常清楚 中国大陆的这个航天 这个探索外太空 包括月球啊 其他小星星 它说过去这么多年来 几乎在毫无瑕疵的状况上执行 所以失事率非常的低 那相对的美国这几年的 这个太空这个各种行动 失事率蛮高的 当时美国这个 这个所谓的太空梭计划 最后所以收掉 就是因为太空梭带了 六七个太空人 众目睽睽之下 火箭上扣以后 在空中解体爆炸 所以造成美国 最后这个太阅 这种整个的太空行动 受到强大的阻力 到了现在有一点退化的阶段 所以我觉得这种 尖端科技 真的是杀之好力 十之千里 那我觉得就北京天津科技 这一次的失败 我想不会影响中国大陆 这个整个的这个航天计划的推动 因为可以看出来 大陆的整个计划 杀是一个接一个 是非常密集的 而且是前后连贯 计划的很长远的 所以希望能够多得到一些 这个火箭为什么失败的原因 那会不会影响到中国大陆 6D的整个的低轨卫星的部件 也是我们 大家都还蛮关心 美中在太空领域的这场争霸 现在到哪里 我们来看到 美国的波音公司的太空计划 目前深陷在困境当中 怎么一回事 是旗下的星际航太的太空船 6月初 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将两名的太空员 给送上这个国际太空站 但是因为在发射的时候 碰上了氦气的泄漏 还有推进器的故障 导致了返航时间 被推延了数次 一共是滞留在上面已经三周了 让太空人现在面对极大的一个身心的压力 最快现在是预估7月初才有可能来做返航 然后面对眼前的困境 我们来看到NASA和波音在地表上 打造了推进器复制品 希望能够找出这个故障的原因 不过NASA当然也坚称了 他说太空人并没有受困在国际太空站 要意图弹化各界的疑虑 现在另一头 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的部分 太空布局 大家还记得吗 长河6号最近在近期成功登陆月背 带回了月背的土壤 也在太空领域打下重要一役 现在因此有人提出说 这一次美国落难 中俄是否可以来帮帮忙 专家先建议说 俄罗斯可以透过联盟号太空船进行救援 也有人提说 干脆让中国大陆来帮忙 但是或许还是有它的困难度 第一个中国大陆要面对的问题 包括了它在面子上 美国一定不会答应 第二个技术也真的是不行 因为中国大陆的天宫太空站 和国际太空站的对接口是不一样的 这样现在直接的救援行动是无法展开 中国即便有这个心 恐怕也是爱莫能助 我们来看到波音的星际飞机升空前 其实当时就已经经过了多次延误 虽然最后还是顺利上了太空 但现在仍卡住是回不来的 是技术上的失误 也可以解读说 美国在太空的这场竞赛当中急于求成吗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 左老师如何解读 基本上来讲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个目前美国太空总署 它的一个解释就是说 其实太空人在进行太空任务的时候 本来就知道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任务 所以他们应该对于这种状况有心理准备 第二个太空计划本身就是一个实验性质的计划 所以它本来就隐含着高风险 所以这些都是这个太空计划的本质 并不会因为说今天是波音或者其他公司 它有任何的可能的问题 就使得它说它会停下来 因为这个本来它就是一个实验性质 所以它本来就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 那当然这些都是这个太空总署的一个解释 但我其实观察到 其实最有力的一个解释 也可能最能反映出太空总署的一个想法 应该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说波音公司已经投入大量的资金 大量的时间在做这件事情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计划 其实是它的一种商业航行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商业航行计划 当然是很多人有所期待 说未来大家可以到太空去旅行 所以他们从2014年开始 就展开这个计划的实验 那波音公司投入了非常多的资金 在做这件事情 也经过两次无人的这种推进的实验 包括2019年2022年都实验过 他当时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们也认为这一次之前 他们已经克服了这个问题 结果没有想到还没有克服 所以说因为波音公司已经投入了这么多的资本 在这么多的这个努力在里头 他不可能就中途而废 半途而废嘛 所以他一定要让他试试看 这是什么收拾的问题 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一次波音公司推进了这个 这一次波音公司的这个 就是太空 这个就是飞行器 其实他的另外一个竞争者 就是这个马斯克的这个X SpaceX 所以当然对于这个太空总署来说 他现在他在选择的时候 他很清楚地说 他面临一个选择的时候 你要选择一个比较有创新性的马斯克 但是你不了解他的团队 还是你非常了解的这个波音 但是他可能在过去出现一些问题 对 所以他当然就选择说 那波音显然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选择 打安全牌 打安全牌 那现在除了这个 现在不管怎么样 他已经走了这么远 他当然就要让他继续走下去 所以说你也可以从 一个是他这个竞争者的选择 一个就是说 波音本身已经投入这么多 他必须要让他走下去 他不可能 只是说什么时间 让他走下去的问题而已 好 另外一头 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 我们刚刚不是说了 在太空领域上面 最近有很多的发展 那我们来看到 美国方面怎么评论 这个是来自于美国的 华盛顿邮报上周的报道 他说美国的这位国家航空 即太空总署的署长 叫做尼尔森 那他在最近受访的时候 他先夸赞中国大陆航太领域 说非常的出色 但是随后又开始 老调重谈 再次的炒作了 美中太空竞赛的话题 好 他说过 我们来看到尼尔森 曾经说过什么 他说中国大陆 是用民用的太空计划 来掩护 它的一些军事上面的目的 还担忧说大陆将月球南极 占为己有 他也说过国际太空站 我们的国际太空站 永远要排斥中国大陆 我们来看这位署长 一边刚刚说了 他在夸大陆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说 炒作中国威胁论的这个言论 来评论一下他的这个发言 舰长怎么看 NASA的署长 讲的这个东西说 中国有可能占据月球火星 我就立刻联想到一个 很久以前的时候 美国西部开阔 你先去圈个地 这就是我的地 我想说这些 外太空这些是这样吧 我立刻去查一下 我发现1967年的时候 联合国有签一个叫做 外太空条约 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能 任何都不可以说是它的 那个一定是 只能用作和平的研究的性质 这属于全人类 所以他说的这个东西是不必了 中国也有签 俄罗斯什么美国都有签 一大堆国家都签了 那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刚刚你不要看这个 这个太空人在那里说 延误几天 我们坐这里觉得好像 好像你到火车站去 误点两个小时 就误点而已 你错了 那几个人在那里 生与死 压力很大 他刚才想着 你就想着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 他能够很快地回来 那至于你说 这个署长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我觉得他讲的这个东西 就意思就是说 你看中国现在这么厉害 可是居心叵撤 所以怎么办 要加预算嘛 而且我就查了一下 NASA的预算 我吓我一跳 NASA2023年的预算 是244亿 整个NASA 它的军事预算是将近9000 你知道这两个差异 它是多少 百分之2.7 整个太空事业 这么大人了的未来 你美国只拨了 百分之军事预算的2.7 这也太少了吧 你干嘛就通通通 这个军费 炸弹 飞弹这些 我觉得美国真的应该要 听听这个人的话 就是多给他一些预算 你们去开发一下 你怕月球被中国人 站住 你赶快去做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在争取预算的一种说法 好 面对中国大陆的威胁 现在美国是觉得 我们要赶快来争取预算 但同时间我们来看到 这个在2017年当时 中国的嫦娥工程 总指挥叶培剑 这位他在电视节目上面 曾经说过 他说将宇宙比喻为大海 而月亮就是钓鱼岛 火星就是黄岩岛 确实凸显了中国大陆 太空探索的竞赛意味 美中我们现在看到 他们之间的竞争 在太空竞争 不只是技术 更是一个大战略 而且呢 现在目前中国大陆 是定出了一个规划 在2030年说 要将太空人送上月球 再来五年之后 2035 2030年之后的五年 要建立月球的一个基地 在上面 是相当有一个目标性的 整个战略都定出来了 这与当年美苏太空计划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叶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第一个 我先回应一下 就是他希望这个 这个中国或者俄罗斯 能够帮忙把他太空人 带回来 那当年在俄乌战争 发生之后 俄罗斯还真的还帮美国 一个太空人滞留在外 把他带回来了 虽然两国关系 那时候非常紧张 那这是一个 就是太空他们 一个协定 就是彼此之间 有任何的需要 都要互相帮助的 那可能就说好 现在因为中国这个 可能这个系统不一样 可能比较麻烦 可是以前也有俄罗斯 把他带回来 那美国为什么不去 跟俄罗斯也讲一下 就是三年前 才两年多前 就曾经发生过 我觉得所以这个是 美国现在可能 这个面子挂不住 还是什么 因为他过去长期以来 我们想到的太空计划 都是从美国开始 虽然第一个我们说 Spoonik 俄罗斯1957年那个 刺激了美国 可是美国从1960年代开始以后 追上了之后 就等于是独霸了很多个世代 十年十年 一路到现在 其实他还是领先中国大陆 可是他的野心 就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现在目标就是月球 他好像是要把月球 当做一个中继战 他还想再下去到火星 对不对 所以好 那中国现在指定在月球 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双方 在制定这种太空计划上面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中国大陆 他认为说 我先到月球 把它巩固了 然后把这些 看看月球的资源 什么可以用 所以他才会准备要 建立一个太空站在那里 然后希望能够更多了解月球 美国不是 美国觉得 我到了这个 好像我们在开玩笑 在讲 这些年轻人 打卡 打一个卡 下面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你没有巩固好你自己 等于是一路往前冲 我觉得这个到最后 你会发现后面的人看你冲 学到你哪些地方失败了 他就不会再做 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我觉得这个是美国 可能没有预防到 就是你后面追赶的人 从你那个里头得到了 就是很多的教训 然后他们有后发 可能不一定会先制 但是可以避免很多的错误 那这个就是他们速度 会越来越快 我觉得这个是美国人 可能比较难以接受 就是整个过程 尤其是你看刚才讲 虽然书上讲说 这个NASA的这个预算 可能不够了 我们建长讲说 它是不是要增加预算 可是基本上 它的预算 还是远远高于中国大陆 那你为什么今天在落后 那也这个表示说 美国的可能在投入的人力 人才 我觉得是不够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 我还是常常讲 美国的医流人才 都在当律师 都在当 搞这个金融 金融 科技 对 他们自己的科学家 自己的工程师 实在是不足 那大陆就是 无论如何 它人口多 它的工程又重视基础科学 那在这一方面 永远都会 慢慢会追上来 就是跟你 当你有这么多的工程师 跟这个科学家的时候 你那个推进后续的那个 那个我们讲 就这样子讲 用棒球的比喻 就是你的那个农场 就是小联盟的人多 慢慢你就上大联盟的 就会越来越多 那如果你们小联盟都没有人了 那你大联盟刚开始很好 后来就不行了 好 我补识一句话 因为刚刚吴老师讲了一个 他是这样 大家认为 中国大陆是不是很高的 这个太空预算 没有就140几亿 美国是244 他真的是比他少很多 录院的新闻 办公室27日这一天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今天要来看到的是 这个是一举介绍了 整个2030年前后会开展的 火星采样的返回任务 还有木星系的整个探测任务 好 带大家来关心 这个是由国家航天局的副局长 所侵上火线的 这位是变质钢 那么除了月球的探测之外 接下来任务是接下来的5到10年 要完成的4次行星探测 包括了天问2号小行星的探测 这个是2号的部分 再来看到3号 天问3号是火星的采样返回 另外还会有天问4号 这个则是着重在木星系的探测任务 等同现在中国大陆行星的探测工程师 已经获得了国家的正式批准 我们看到中方在世人面前公开完整陈述 接下来的整个行星探测任务 不纯粹只是在展现信心而已 还有包括了科学的验证理论基础 都包含了在这个阶段性的当中 接下来行星探测的关键指标会是什么 中方将一举将宇宙科学领先地位再拉开吗 委员怎么看 中国古代的用语非常的精妙 天问两个字就是问天 中国人要问宇宙 中国人要问上天 中国人要走向宇宙 走向月球 走向火星 走向木星 所以天问一号 二号 三号 一直到了未来的四号 都会有一连串宇宙探测的任务 这个探测不只是探测近地小行星 因为小行星有可能对地球造成威胁 所以有能力探测小行星 未来就有能力参与阻挡地球的灾难 同样的探测地球系统之外 大家首选的就是火星 因为火星被认为有很重要的科学探索的对象 那如果再进一步到更远的木星 那就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成就 目前有办法探测到木星 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 就是美国 那中国加上去第二个 虽然是后来 但是要沮丧 虽然是后来 但是比较什么 要超英 要赶美 当然英国早已经落后在这后面的 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 它不只是一个纯粹科学理论的问题 如果要讲究宇宙的科学理论 那个俄罗斯不差 那个印度也不差 英国也不差 德国也不差 但是要有一个很庞大的科技工程 在我们撑着 你才有办法顺利发射火箭、卫星 然后顺利去各种登录器、探测仪器 这里面只有中国现在日益发达的 这种科技工程 注意到科技工程是里面的 决胜部的一个关键 要不然你理论一大堆 当然要有理论基础 才有办法在科学工程、科技工程里面 去设计出非常微妙的一些仪器跟设备 比如这一次的探测月球 到月球表面去挖这个土壤的工作 大家都不可能想象多少说 那个上升器本身温度会高到1000度 高到1000度整个搞不好上升器从里面燃烧掉了 中国科技学家、工程师能够想到用一个像 碰碰裙的方式去阻挡在月球里面的一个热气 这里面在其他国家以前都没想过 以前只想到说我把上升器做得又大 又有冷却系统 现在都不必 所以科技工程源自于中国的所谓工业基础 有一个庞大的工业基础 再加上一个理论科学研究的前沿式的突破 使得中国今天能够推出天问系列 天问系列可以使得中国的这种太空科学的发展 在全世界我们不敢讲第一 但是第二除了中国以外没有人敢讲 也会让原来居第一的美国觉得心生恐惧 但是美国人小鼻子小眼睛 老是想到说你中国会不会把太空当作武器 你会不会在地球上的外太空里面设置什么武器 增强你的国防力量 美国人在讲自己 他目前干的这些事情很多 全世界有搞太空军的 第一个是美国 那第二个俄罗斯叫天空军 还不叫太空军 然后中国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任何太空军的一个设置 所以想要打太空战只有美国 但美国想要独占太空战的优势 中国这样不断地突破 虽然中国没有讲说我要有太空军 也没有讲说我要发展太空武器 但是已经让美国觉得有高度的威胁 可是我是觉得科学探索本身 从伽利略这个哥白尼以来 就是人类文明的进展 不要小鼻子摇小眼睛 整天想的就是跟战争有关系的 所以我是希望中国跟美国 我们大家来一个公平的 合理的符合联合国所规定的 太空的法令的相关的规范 一起来竞争 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而不要想东想西 好有关于美中太空上面的竞争 等一下请李老师我们来进一步看 进一步补充我们持续来看到 其实呢短短短短两天时间 现在长而六号才在这个内蒙古四指 王岐预定区域正式的着陆 那攜带的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就是来自于月背的这个月球样本 接下来长而七号的部分 还会开展月球急区环境 还有资源的勘查 长而八号的部分则是开采的是 月球资源就地利用它的技术验证 好特别注意到的是中国航天局也表示 未来中方还将会和国际哦 一起来共商共建国际的月球科研站 好一起来共享 共用这些月球探测的科技结果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探勘 在水滨太阳能领域都获得了进一步的认证 那么未来月球南极基地的建立 就会特别重要 将会有助于这个的建立 这么重要的诗源 中方希望国际一起来做 这和美方的那套大院高墙 可以看到明显的不一样 街道史如何看 对 其实这个科技的发展 通常就是说国际的合作 大家互相交流借鉴 对科技的发展是只有推进的作用 不会有什么 不会有往后拖 所以就是说 大家可以多交流 多沟通 多合作 或者共同做一些这些计划 其实对于科技本身的发展 是绝对有利的 任何一个国家说 这个东西我 这个 只准我玩 别人不能玩 我不跟你分享 其实这个过程中 它自己就已经造成损失了 美国它这个排斥中国大陆 它也是搞国际合作的 所以现在太空 美国的这个国际太空站里面 事实上有各国的太空人 就唯独中国人不能参加 这个在2013年7月时候 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 那个中间有一个条款 叫沃尔夫条款 就明白规定 美国这些敏感科技 不能跟中国合作 大家都可以 中国不行 就除了中国 所以有好几次 这个美国在举办这种 太空科学研讨会 中国的这个科学家都到了 其实我美国政府出来干涉 说这个中国科学家 请离场 这个在科学界来讲 以这个没有这种政治偏见 或者这种地缘政治 这种偏见的这种科学家来讲 这是非常大逆不道的 那所以中国大陆 事实上也是走这条路 事实上这一次 嫦娥6号 事实上它上去的时候 它有跟四个国家具体的合作 第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器材 叫好漫游雷射角 反射器 这是意大利希望借着这次 这个常阳6号到月球背面 把这个探测器器把它带上去 中国把它带上去 另外还有欧洲探空总署 一个负离子的探测仪 那么也许中国大会也带上去 那我当然也帮你带上去 对不对 那最后还有这个法国的 它有一个东气 这个好 这个东气是一种特殊器 探测仪 也随着这个常阳上去 这个就是大家互相帮忙 另外上海这个交通大学 跟巴基斯坦的太通科学研究所 他们合作的两个 这个太空摄影机 也随时这个常阳6号一起上去 所以这个国际合作 应该是国际上的一个通力 那中国大陆没有通过任何法律 说不跟美国人分享 不过这次这个从带回来的 从月球背面带回来的这个 这些样品 样本 其实这个外界传说很多 美国人特别 特别有兴趣 因为从来没有人类到达那块 那块地方 那么尤其月球的背面 因为最主要的 他们认为过去是 它是有水的 所以呢另外还有一些 可能这个地球上 很稀缺的这种矿物质 那么很怕被中国大陆 发现以后 藏私 以后就上去把它建立 月球殖民地 对 就这大量开采 就被生存了 这样子美国在地球上 就不好混 所以美国事实上 通过很多管道 希望中国大陆这次 把这个常阳6号的 带回来一些样本 也好 给他们分他们一点 那好像中国大陆还没同意 就是 那当时1969年 阿姆斯上上月球以后 事实上他那个 从月球上拿来的矿物 他有送给各国 就是说 他是展现国威 那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 那个美国的那个 那个月球的那个 那个 那块石头 还到过台湾来 美国人到处献保 就是说 这是我们美国人 从月球上拿下来的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 他现在这个月球的 这个开发 对月球的探索 接下来一些小行星 甚至对火星 这些探索 我觉得很大的 还是一种科学的研究为目的 因为人类这个探索 地球已经差不多到一个 一个程度了 宇宙的探索 事实上是怎么讲的 是真的是人类发展 下一步 也是可能开启一种 无权无尽人类的一种 生存发展的一种未来的 那我觉得 就是说 事实上 美国在1969年登月以后 这个登月计划 他就停止了 就很奇怪 而且听说他那个档案 也销毁了 因为另外我想起来的 在明朝的时候 正和下西洋的时候 哇 正和下西洋 九下西洋 还是七下西洋 那个时候是中国的科技 尤其航海科技 航海是个中国科技 那是世界直于牛尔 可是后来 也不晓得为什么 这个明朝皇帝说 很多大臣说 不要再玩这个了 我们不要再去搞这个 什么正和下西洋 劳民伤财 没有什么时效 也是一样 把那个档案也毁掉了 所以中国的 中国人读中国历史 常常就在说 读到这一页都是什么 眼眷叹息 怎么会正和 那个时候如果说 那这个世界 这个海洋大发现 是中国人的 那现在这些世界大地 各地都是我们中国人的 这个足迹 怎么会到最后 到了这个1842年 沦落到被这个英国 一个好罪儿小邦 对不对 几个三岛的民族 打着落花流水 然后度过了 惨淡的一百年 所以今天我们 我们人类历史 我们往前看 还有这个万年 数万年的前景化 那今天其实是探索 太空是一小步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真的在 我现在在想 早上还在想 有一天 我们人类在太空上 发现了我们的未来 然后我们太空知识 都是爆炸性 超弱我们现在能想象的 都是中国人造出来的 你想想多光荣 我们都认为 地球都是 欧洲人地理大发现 中国人交了历史白卷 那我觉得在下一段 下一阶段 人类的发展跟未来 中国人可能就会在太空科技的 这样子 这种大爆发式的进展 可能会成为 这个地球上人类 最受大家尊敬的一个民族 地人政治 内中之间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动心事件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